我们回到投信做账的角度 看到说今年股市大涨 尤其在第三季台股市创下历史的新高位置 那这个投信基金最主要 也看到帮这个投资人做代超 从最近国人在操作基金面来看 他们到底爱什么样的基金呢 其实我们今年在看这个投信它的筹码 会觉得说奇怪今年投信怎么反常 今年都一直在不断的加码 因为过去我刚观察投信的一个动态的话 过去几年其实大部分都呈现一个卖超的情况 那当然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投信投顾的工会的这个地方 有一些资料这个地方可以显示 就是说在去年年底的话 其实国内的一个基金的规模 事实上已经突破了四兆大关 那么在最新的一个资料的话 其实已经来到像这个七八月附近 都已经来到4.3 4.4 那代理的这个境外的基金 这个境外基金基本上就是不是在台湾设立的 但是有一些投信投顾会把它引进来 就是基金就是卖的特别好 会把它引进来台湾卖 这些代理的基金呢 事实上境外的大概要三兆以上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它的一个成长趋势上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它其实每一年都在不断的成长 那尤其是国内基金的规模 事实上在2019年跟今年的话 其实它的成长幅度都相当的大 那这成长幅度相当大的话 当然这一方面的话也是因为就是说 整个在一个比较这个低利率的一个时期的话 其实对于就是说一些投资的一些管道 其实是蛮需要的 那特别像这个国内的一些受险的 跟法人的相关的一些公司跟机构的话 他们也会去买这个投信的基金 甚至是买投信的一个债券型的基金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其实在这个上半年的话 事实上经管会这个地方也有提到 其实对于这个债券型的一个基金的话 其实设立上 其实它还是变成说有稍微有些缩限 然后甚至有一些条件 为什么 因为就是有很多这个受险机构 然后他们的一个海外投资上限 事情已经来到了一个一个法定的上限 他们不能再投资海外 那其实就可能就投资 投信的一个债券型的基金 然后投信的债券基金 这些投资海外的一些相关的标题 会变成是这样子 所以你会发现就说 投信的一个基金的话 蓝色的这个长条图部分的话 它是逐年的在做成长 那么在境外基金的部分 黄色这个地方的长条图 你会发现 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在成长 在三兆左右的一个规模 看起来是有增加 对 那当然这样的趋势的话 其实它还是可以点得出来 就是说 其实在国内的一个投信的 他们在做一个基金上的管理 跟资产规模 其实从去年到现在 是在进行一个 一个比较高速的成长期 这个高速成长期 也意味着就是说 国内的一个资金 事实上是蛮充沛的 当然我们再继续往下来看 就是说 那在国人最喜欢的一个 五大基金的一个类型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如果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 整个国内基金的话 大概有四兆 那其中大概指数股票型的一个部分 大概有两百多档 那基金的规模大概是有1.8兆 将近1.9兆 那这边的话指数股票型的话 跟各位观众朋友解释一下 就是差不多是ETF ETF这种类型的 ETF这种类型的一些个股 但是它里面包含的 就是说股票型的ETF 股票型ETF就我们所了解的 其实最大就是0050了 那另外还有包含债券型的ETF 债券型ETF也是一起 拼在这里面去 所以这个债券型的ETF 跟股票型ETF 加起来的话 其实大概有将近1.9兆 所以变成说这种被动式的操作 被动式的追踪指数 其实是一直在 就跟投资人很爱买ETF是一样的 对 没有错 买高股息买元大50 因为这类的一个 ETF基本上是追踪指数 所以比较少人为的这种判断 加上今年其实蛮多新股民 年轻股民 他竟然不知道买什么 他干脆买一篮子ETF 对 没有错 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建议 就是说一些投资上的新手 然后再请教我 我大概给人家建议说 如果真的不懂的话 你可以买台湾50 台湾50来做初步的投资 慢慢的有一些感觉 然后做一些研究之后 再看看其他这些类股 当然在国内的话 其实最喜爱的基金类型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货币型金金 货币型金金的话 在规模大概有9000多亿 不过因为货币型金金 会比较受到机构投资人喜爱的话 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 钱放在银行里面 活损的话 其实利率真的非常少 大概只有0.1% 或是0.05% 被通膨吃掉 对 非常少 但是你放在货币型金金的话 至少还有0.4% 稍微比较高一些 另外就是说是一个固定收益型 固定收益型 其实在国内的话 其实大概也都有差不多 2%上下左右的投资报酬率 但是在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还是不如 就是说这个资金拿去国外 这个地方来做一个 国外的一些货币的固定收益型 我们讲的这个地方 是国内的固定收益型 大家往下看的话 股票型的话 就大概有6000多亿 组合型大概1400多亿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就是说境外基金 境外基金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部分 其实境外基金 都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股票型基金 其实反而是比较少 大概是1.1兆 那么固定收益型 大概是1.8兆 这个因为境外基金 它能够引进来台湾 来做一个代理销售 基本上它打的一个 投资报投资 其实都蛮高的 蛮高的 对 有一些可能就是美元计价 也许可以来到3%48 甚至有一些比较高收益 也许可以来到6%7%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说你要了解 也就是说你要承担的风险是什么 你要承担一个汇率上的风险 跟这个标的上的一个 债刑上的风险 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就是说 天底下没有白吃午餐 当然你要承受 你要得到 多得到一些报酬 你就必须要多承担一些风险 这个大概就是目前 刚刚所说的 这个国内的基金4兆 那么以及国 代理国外的境外基金 大概3兆 这个地方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 整个大环境的区域 都在一些成长底下 再回来看 今年投信呢 大买 这个台股大概500亿 对 当然我们可以从这个 投信的过去历年来的一个 一个买超的情况来看的话 今年买的500亿 真的是蛮多的 那因为过去的这几年 大概有七八年的期间 其实都在卖 对 投信呢 其实都是一直在卖超的 都是一直在卖超的 那当然 我们详细的情况 其实老实讲 也并不晓得就是说 为什么投信 可以一直卖一直卖一直卖 大概是从这个2007年之后的话 这个地方 2007年金融海啸之前 这个地方买超幅度最大 这个地方大概是买了 大概有将近1700亿 那么接下来的话 大概就是呈现 买少 然后卖多的情况 所以这个投信的一个 一个股票型的基金啊 就是说流到台股的 这些资金的话 其实在今年来讲 是最多的 其实今年来讲是最多的话 那意味着什么 其实我们知道投信呢 其实它所关注的标的 其实很大一部分 都是在于成长股 中小型股 跟OTC类股 其实这个资金动能慢慢的 溢注到台股里面去的话 其实1000啊 投信它对于就是说 OTC的中小型股 其实本来就有一个 在这个任养上的一个力量在 那未来的就是说 它这个加码力道的话 其实越来越大之后的话 其实我相信过去这个OTC 如果一些比较小的 这些成长股 或是比较低的 比较低档成长股的话 其实都有可能在这个 投信的资金当场当中的话 其实慢慢的去重新来做个评价 那这个Z帮的话 其实是我们在未来的话 可以去持续关注的趋势 因为投信的一个动作 其实是在今年的资金当场 我们讲说 今年虽然外资已经卖了 大概五六千亿 对六千亿 可是我们内资 如果内资自己当自强的话 其实包含就是说自营商也好 然后或者说这投信也好 其实真的是撇开就是说 这些比较重量级的大牛股 包含就是说台积电 这个大力光 这些可能对于内资来讲的话 可能内资比较没有那么具有影响力 可是当内资的这个地方的资金 再度会起的话 而且刚刚来宾也特别提到说 其实台湾中长期来看的话 其实央行也说到 有一些资金 已经慢慢的回得到台湾了 所以你会发现 最近的一些期间 最近的一个股市 就是台股在会震荡 有一天大跌600点 可是那一天的话 其实台并市场并没有跌很多 那所以代表一些中长期资金的话 其实是稳定的一直在流进来 好来看到 这个国泰金法师会也看到说 哇国泰人寿在上半年 它其实积极加码台股 达到有770亿 报酬率的部分有8.8% 不过重要的是 其实国泰人寿 一方面高档开始获利入带 但另一方面也持续的不坚持股 就整个情况来讲 当然我们认为这样的损失 当然我们心里很痛 势必要缴点学费 所以我跟朋友开玩笑 我说出国留学 学习比较贵 由莫自嘲在海威投资 势必得缴点学费 国泰金控总经理李长庚 在周二下午举行的法说会上 大谈国泰人寿 转投资印尼玛亚帕达彩雷 任劣损失共141亿元 即使李长庚直呼很心痛 不过他也表示 将会积极和印尼监理机构洽谈 拿向玛亚帕达银行控制权 也不排除与军控端或国泰银 一同参与增资 当然就印尼这个投资案 当然任务损失 对我的财报上一定会有影响 短期的影响 但是我们也很努力 希望能够跟印尼的相关单位 去协调出一个好的方案出来 去一起研究怎么找出一个 可恶目前法令规定 可是我们又希望能够有主导权 也就是说我必须要掌握整个 银行的经营的方向 跟银行的经营的品质 任劣损失后 国泰经上半年找出的成绩单 税后禁令年间4% 来到327亿元 EPS2.18元 ROE则为8.3% 但其实国泰市华银上半年表现亮眼 受惠于投资收益增加和费用减少 获利年成长9% 来到138亿元 国泰人寿上半年提高台股部位 达到770亿元 台股投资报酬率为8.8% 前7月为实现金融利益 高达1870亿元 创下历史新高纪录 对我们是长期投资来讲 大概你能够股价跌破10年线 去找基欧股 龙头股来投资 我想这个胜算是大很多 所以我总想说我们本来去年是一起 今年可能会比较明显的修正 台湾基本面相对来讲是比很多国家来得好 所以我觉得说今年台股能够超越30年新高 这基本上是我们经济结构改变的一个成果 李长根孝说台股基本面良好 因此国寿从今年3月股灾时就积极加码 也持续看好这波行情 从获利成绩到资产配置 甚至海外布局 均控龙头的表现和想法 仍持续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记者刘富慈 林秋强台北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า